大家好,我是Stan 在这27部电影当中 唯独只有一部电影 是无法在韩国合法观看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韩国创下最高票房的电影 无法在韩国合法观看的理由 大家知道 Taggit Hynalimu这个电影吗 2004年上映的 Taggit Hynalimu 当时横扫了韩国几乎所有奖项 也是韩国电影史上 第二个登上1000万观众的传奇电影 目前为止 也是最能代表男主抢动个 吻冰的电影 吻冰还有个阿执西 总之就是 Taggit Hynalimu这个国宝级电影 在韩国所有平台 以及Neprits Watcher等 所有线上影音平台 是无法播放的 这理由是因为 制作该电影的电影社 Kongjit Hynalimu 在住校法人的时候 也就是公司在关门的时候 没有把公司持有的电影版权 转让给第三方 所以在韩国是 无法合法播放的 当然合法不行 违法是可以的 嗯 违法不可以 现在在YouTube搜索 Taggit Hynalimu的话 第一个显示的就是 一位网友把两个多小时的电影 整个上传到YouTube上的影片 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4月份即将回归的idol们 娱乐队长Kong Sun 将在3月29号 以第一张solo专辑的主打歌 Aiya回归 终于等到solo专辑了 Aiya出身的Kim Sejong 也会在29号 以迷你第二张正规专辑的 主打歌Warning回归 Infinity队长Kim Seun-gyu 也将会在29号发表单曲 Don't Forget You 这是Kim Seun-gyu 在出道11年来的 所属公司 Wulim娱乐的最后一张专辑 所以对于个人 以及粉丝们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3月30号ExoPakion将发行 当兵前的最后一张专辑 Panbi 保重身体 男团Takobi将在3月30号 发表正规第一张专辑 The Dice is Killed 21Pakon将在3月31号 以兴趣Turemi Paso的回归 这是继2019年5月发表 在Re-Blue Rose的专辑之后 时隔两年的回归 所以真的非常期待 女团Vg2也将在3月31号 以新迷你专辑 也是同名的主打歌 Unnature回归 2月28号结束出头曲活动的 新人男团T-H.E Rule 将在3月31号 以兴趣Exit火速回归 女团Sodei将在4月1号 以鼠尾单曲Stalker回归 歌手Huan切尔将在4月2号 以新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Annyeonghie Lan回归 Redweb成员Windy 将在4月5号发表出道 第一张solo专辑 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双主打歌 Like Water When This Rain Stop 等共五首歌 南团Astro 也将在4月5号 以新专辑All Years回归 去年6月发表新专辑的Egy Nye 将在4月5号 以新迷你专辑回归 去年英读人家前日主打出道的Runa Sola 将在4月7号 以新专辑回归 Wuna Wan出生的Kim Jiwan 也将会在4月7号 以新专辑回归 新人女团Stacey 将在4月8号 以新曲A-Song回归 Kantania将在4月13号 以新专辑Yellow回归 4月19号 Newist将以正规第二张专辑Mentisize回归 这是继204年发表的 正规第一张专辑之后 时隔7年发表的正规专辑 女团A-Pink 将在4月19号发表 出道10周年的纪念Fan Song JYP娱乐表示 女团一集将在4月30号 以新专辑Guess Who回归 接下来是 虽然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会在4月份回归的 Aidle们 Tavichie 成员Mark也会参加的 NCT Dream 吴能稳出身的 云吉桑 Mamamo Queen Chaini第7张Repackage专辑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